约伯纪第22章 提曼仁以立法回答说 人对神能有什么益处呢? 明智的人只能一己 你为人公义可讨全能者喜悦吗? 你行为完全可有利于他呢? 他是因你敬畏他而责备你 对你施行审判吗? 你的罪恶不是很大吗? 你的罪孽不是没有穷尽吗? 你无缘无故强取兄弟的东西做档头 剥去衣不避体的人的衣服 疲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 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饭吃 有势力的人就有土地 尊贵的人住在其中 你叫寡妇空手而去 你折断孤儿的绑壁 因此有网罗环绕着你 恐惧也忽然使你惊慌 光明变成黑暗 以致你看不见 并且洪水淹没你 神不是高于诸天吗? 你看看最高的星星 多么的高啊! 你说 神知道什么? 他能透过幽暗施行审判吗? 密云把他遮盖 使他不能看见我们 他在天上的圆圈上面走来走去 你要谨守古往的道 就是恶人所行走的吗? 他们未到时候就被抓去 他们的根基被洪水冲去 他们对神说 离开我们吧 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他用美物充满他们的房屋 恶人的谋散远离我 一人看见了 就欢喜 无辜的人嘲笑他们说 我们的对头必被剪除 他们拨下来的油火吞灭了 你与神和好 就可以得平安 这样福乐就必临到你 你该从他口中领受训会 把他的话放在心里 你若归向全能者 就必得见利 你若使不意远离你的帐篷 把你的金块丢在尘土中 把俄斐的金块丢在河流的石头间 全能者就必做你的金块 做你的银堆 你就必以全能者为乐 向神扬起脸来 你向他祈求 他就垂听你 你也要还你的愿 你决定的计划 他必为你成全 光明必照在你的路上 人谦卑的时候 你就说 升高吧 眼中谦卑的 他必拯救 他搭救并非无辜的人 他要以你手中的捷径得救吧